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3日 星期日 這節跟大家說一節笑話 本來是兩宗不同的新聞 但現在放在一起 這份外國覺得好笑 大家知道 接下來的2月份 2月4日 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 這個題外話 所以大家記得我們會有一個集會和示威 在英國倫敦 去中國領事館 大家記得買火車票 呼籲香港人出席 接下來的2月就是冬季奧運會 但是這個世界 正在醞釀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就是俄羅斯預備 進軍烏克蘭 這個時候 如果舉辦冬季奧運會 俄羅斯又出兵 和西方國家 和北約對戰 那你猜 東京奧運 北京冬季奧運會會怎樣呢 會不會勢成水火 導致北京冬奧 充滿著火藥味 所以 這個 一個北京外交官就說 習近平打電話給普京 希望他在這段 時間 就叫做北京東奧敏感期 叫俄羅斯 不要入侵烏克蘭 當然這也是一個傳的消息來的 是不是真的習近平打過 這個俄羅斯 不清楚 打過給普京 但是 這件事 在習近平心目中一定是很重要 現在最重要對中國大陸來講 就是搞北京東奧 這個時候俄羅斯跟 全世界開火 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禁制的了 如果這個時候搞 中國大陸就是要捲入這一場外交戰 所以習近平心急如焚 打給普京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 普京就是普京 普京是你契哥來的 不是你契弟 你打去 叫人家不打就不打嗎 現在我打烏克蘭 關你甚麼事 阿乾弟弟 真的好笑 我叫你不打台灣 你是不是聽我說 你又說我阻礙你兩岸 和平 阻礙你兩岸人民統一 的意願 又是民族大義 俄羅斯現在 人家要搞烏克蘭 關你彈治嗎 你搞冬奧 你叫我俄羅斯就你 你沒事吧 如果我去普京 我一定敢回答你 不過說的時候可能會客氣一點 誰叫都沒有盟友了嗎 這節 說這件事 緊貼著這節要說的話 原來就是俄羅斯的言語 俄羅斯的言語 就叫做中國的最後警告 習近平打給普京 這個會不會是來自中國的最後警告呢 又如果這個是來自中國的最後警告 那麼這件事 有沒有威嚇性呢 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研究這個問題 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還有親俄嵐 不知道為甚麼這位有 只要痛擊他 請大家繼續開Google 戶口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升旗易得道 以及最主要的現在 的後備頻道 升旗易日報 這個就是主力播放中 所以請大家 盡量share這個link 等其他 聽眾 特別是海外聽眾朋友就盡快訂閱 我們要快點累積 10萬訂閱 不然的話 不夠資格 宣佈競選參選特首 大家聽清楚 這是 宣佈參選 拿不拿提名票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廣播 經濟許可的朋友請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現在 都很緊張 請大家繼續打開 節目的清單 無限的播放 繼續手動點擊 繼續欣賞廣告 好 這是來自中國的最後警告 原來這句 中國的最後警句 俄羅斯就是一句 言語來的 原來他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警告就是一個 一點 用途也沒有 一些嚴重成分也沒有的口頭警告 真是淒慘了 契哥 真是當你契弟 其實 沒有辦法 因為誰叫你自己契弟嗎 事實上現在中國大陸 跟你說極度憤怒 對你強力譴責 說你別有用心 你會不會害怕他呢 當然是不害怕啦 當你同一句說話 說了九萬次的時候 怎麼會覺得你那個是一個警告來的呢 原來中共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你們經常叫人不要刺激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所以你專心聽這一節 蔡子強先生 你們那麼害怕共產黨 經常怕得罪中共 沒得跟你妥協 中共 你不停得罪他也不停跟你妥協 你越得罪他 他才越跟你妥協 你越是去跪低 他就越不跟你妥協 為什麼你越去跪他呢 我也不明白 1950年代 196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 因為台灣問題 非常緊張 美國的戰機不斷在台灣海峽進行偵察飛行 因為擔心 中國大陸要武統台灣 於是引起中國共產黨定期抗議 中國共產黨當時 向美國 發出了超過900次 最後警告 厲害了 最後警告原來都可以有900次 大家怕不怕這個來自中共的警告呢 你真的不要再來 這次 這個 共產黨的最後警告在2019年也發生了 不停 恐嚇說會派出解放軍 這個恐嚇說了很久了 叫大家不要刺激中國共產黨 刺激來刺激去 都看不到調動解放軍就是進攻香港 對台灣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跟台灣有關 當時竟然發出了900次最後警告 你到底知不知道到底最後那兩個字是甚麼 但實際上 中方 對美國 根本 連一次的強硬行動都沒有採取過 於是 俄羅斯人 看在眼淚 認為這個來自中方的威脅 即是一個 毫無威脅的警告 於是這句俄羅斯的言語 中國的最後警告 就成為了 俄羅斯流行的用語 也成為了俄羅斯的一句言語 所以套用剛剛的情況 那你習近平打電話給俄羅斯 到底你是 好言相勸啊 求我啊 求普京啊 還是這是中國的最後警告呢 警告俄羅斯 你不要亂來 如果這個是中國 最後的警告 那就叫 俄羅斯不用管 俄羅斯本來就是你契哥來的 你是契弟弟 你求他就可以 但你求他 怎麼會有空理你呢 我去那邊 跟北約撐著啊 美國也很曖昧 北約下面那些 國家仔 個個都說要射我 現在已經在那邊上了燈了 你還跑來跟我說 不是說 不是說戰爭的問題 你跟我說 你搞冬季奧運會 叫我停火 你不是說 好了 中國當時 原來在1958年9月7日發出了第一次 最後警告 當時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於是在中國的領海上空進行偵察 飛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記錄了美國對 空中和水域 所有主權的侵犯 每次 出現這個情況 中國政府 就會透過中國政府外交部向美國 發出 最後的警告 但是 最後的警告 就是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如果你不打算採取任何的行動 那麼你說最後警告有甚麼用呢 於是 後來就發現 中共發出警告的 數量就接近有900次 其實現在 中國政府和外交部還有港共官員譴責西方 干預他的內政也差不多 越聽得多 越不在意 結果中國警告 這個言語在東歐世界 鐵幕陣營 廣泛使用 原來 連愛沙尼亞也繼續用中國的警告 作為一個言語 意思就是 毫無威嚇性 毫無實質威脅的警告 中共 多麼醜呢 全世界 都知道他是指老虎來的 特別就是鐵幕國家 大家都是 共產主義陣營 越是共產主義陣營 越知道中共 就是無料到 這個 蔡子強叫年輕人去了解一下中共 拜託你自己去了解一下中共 先吧 所以我不能夠說你錯 你說你不了解你的敵人 怎麼跟他對抗 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自己也不了解中共 那你是不是雙重標準 自打嘴巴呢 又有甚麼說服力 叫年輕人要聽你說呢 是不是 真的是 有需要檢討 很溫和 沒說你甚麼 今天這幾天都很溫和 這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今節說到這裏 拜拜